宇宙樹、泵黃木,我們常看到的都跟它類似 當然只有這種配類叫雞翅木 另外一種顏色比較淺的 是什麼在越南那邊的 什麼所謂的白芽豆 山芽的芽 豆子的豆 講完這個我們就來取材料 這個這邊補齊一下 上次沒有辦法講的 有時候我們會有課程上的限制 應該有嗎? 老師們有沒有發現 想上個有時候這一堂課講的到下一堂課再來 所以禮拜二沒來了 今天虧大了 禮拜二有來 今天沒來就虧大了 我們就要來取我們的材料 我們的尺寸是多少 剛剛長度是55左右 可是它的寬 如果是國際標準的軌道是19mm 那深度 我記得好像是大概是1公分左右 大概12 那個是國際標準的一個軌道 可是小的未必 剛剛有說會很生氣的就是他做了這幾個耳朵 這幾個耳朵 為什麼會讓人家生氣呢? 因為他為了要讓他的這個板拿不起來 為了要讓他拿不起來 你就做精準 所以導致我們其他要做輔具很難做 這一台是大家最不喜歡用 也不喜歡拿來做輔具的 所以他的軌道要就要變成這樣 好像一個凸字型 變寬的凸字型 等一下就是要把我們的軌道切成這樣子 再看一下好了 講到自己都忘記了 16 而且他的誤差 16.5 哇 抓最小的就好了 然後中間是14左右 13 聽我讀出來 12.7 你們就會覺得為什麼會一直 咬髒話 就是沒有一個地方是準的 所以通常都抓最小 所以這一邊可能就抓16 寬度胖的地方就要16 窄的地方要小於12 可能也是因為他就是這樣做不好 所以他才會都會鬆滑滑 不然這一隻是鋁脊型 他是用抽的 他的尺寸都是標龜的 可是他在這裡他卻不是用機器下去洗 他只是直接脫模 鑄造脫模起來就完成了 所以他會有光差存在 材料會收縮 那或者是模具本身的誤差 我們連機械製造都講了 來,那我們距離 距離兩根 誒,深度放棄兩根 少一根深度尺寸 深度尺寸 所以我要鋸一個刀子好像很高 然後 可是要的材料很小 有危險動作 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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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能拆掉嗎 稍微往旁邊也可以 那我們通常會選擇一個角度就好了 好 對 好 好 這裡 有 有 不想要進去試 有 你看看 三 三十六或十三 上次有說 如果材料太大或太高 你可以分次切削 分次切削 先來教一個分次切削的小訣竅 你切第一刀沒問題 你要切第二刀的時候 材料會因為切開導致 那你就會陷入危險 所以通常我們就不切斷 我們就沒有把它切斷了 可是不切斷又拿不開 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切到一個甜蜜點 什麼 拉回去 拉回去喔 不是 譬如說像我這個材料 不是大小隻耶 可惡 這樣就沒有甜蜜點了 通常如果是均後的 比如說用這個來講 標準是18mm 如果分兩次 上下距 一邊是9mm高 所以我們沒有要把它切斷 所以我們中間會大概留 0.5到1mm 有0.5是最好的 1mm太大 纖維會拉扯 到時候要把它硬掰開的時候 然後整個裡面會爛爛的 所以建議有0.5左右 所以你就把18-0.5 來出入到 就是所需要的高度 那這個就是考驗 各位老師對於機器的 就是尺寸 誤差 或者是它的一個相對高度 你的掌握度 你掌握得越準 你就越安全 然後才完成 那如果像這一隻 目前大小頭 這一邊是50級 這邊才45 就改成 高度 好好看 不然 那隻就是 我現在的 品種 幫你 在這個 裡面 在那裡 也會有 我們也先 在那裡 就再再再 它就跟那個 挖斜 有點像 一樣 可以 像 這樣 醺 好 我們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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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不一样 顏色不一样要怎样 为什么顏色会不一样 上次好像有说春财跟秋财 有讲到新财吗 没有 有新就有鞭 黑色的叫新财 白色的就是所谓的鞭材 从植物生长的外面 新层层 任皮 任皮 木质布 是吗 树皮吧 任皮布 行层层 木质布 我们用的都是木质布 那木质布它又有分 形成成里面大概十年 至二十年都会是所谓的鞭材 不会是全木质化的木质布 它等于还是有生物功能的 黑色的部分就是死掉的木质布了 用我们的讲法可能是纤维化 或者是结构化 它支撑整颗素 它最漂亮的都是在新财 因为它会产生一个特殊的化学变化 所以它死掉了 所以它自己就把一些老肺的角质 就是那种新陈代谢不佳的 通常都往中间集中 但它也会因为氧化 它没有传送水分的 它颜色就会变得漂亮的多元 它也是所谓的好的木材 所以一般木材尽量不要去用边材 或者是那种不成材 的木头 不成材其实是从我们家具里面跑出来 那再来就是修边 修边这个材料刚刚好像是有大有小有凹有粗 通常我会吃 因为这个面都是直的 这个像这边是凹的 这边是粗的 所以要选用哪一边就很重要了 选用哪一边 我会选这边 就是反正是这样 这边几乎可以靠大 然后这里会敲敲敲 把圆锯机当修边机 或者是所谓的手压抱机来使用 只用这个就完成取材了 我们就来把想要切掉的部分 稍微修一下歪皮 那么就是 再用滑水 到啟水 到啟水 中诺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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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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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要耗心就好了 扩充設備 扩充設備 沒關係,因為就是了解 所以才教你們這麼用 竿子一直修這一邊 這一邊修到差不多了 它沒有那麼彎曲了 它不是指頭,它只是沒有那麼彎曲了 我們就要適當地反過來 那不斷地每次只修一點點反向 雙邊使用 利用靠板 跟圓矩肌之間的線溫 我們就可以完成一個 直線 就是漂亮的平行邊了 這個概念可以套用到平抱肌裡面 如果你也沒有手壓抱肌的話 平抱肌就是可以這樣用 彎曲的材料 沒有手壓抱肌 一樣都可以利用雙面反覆的 少量的爆 讓它會越來越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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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會越輕鬆 所以一直做這個動作無練 所以一直做這個動作無練 它就是直線 對嗎? 理論上它是直線 理論上它是靠著這個邊 理論上它是直線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彎曲材料 因為我這樣就知道它是遠骨的 我用它來聚 我一開始靠著這邊 跟我後來靠著這邊 它的位置會不一樣 那這個還是以這個遠鋸機為主的講法 比如說我一開始靠著這邊 所以你只會取到一個 依靠這個邊 所取出一個彎曲平行的 就跟平抱肌其實 照理說我們的學習裡面 或者是根據平抱肌的理論 是沒有辦法取出一個完整的平面 原鋸機要把平抱肌的設定 這個概念跟平抱肌是一樣的 平抱肌是沒有辦法取出一個平整的面 是這一台機制的缺點 可是它為什麼叫平抱肌 它的平不是把東西抱平的平 它是取出一個平型的 所以一旦你的基準面不是平的 它過去就只是凹著就凸著就凸著 它只是利用機器把它壓平 瞬間過去得到一個等厚的平型材料 它只會是S型 它就只是一個一樣都是厚度的S型 那這個也一樣 那只是說我們如果把它抓一個鈣润子 這個是因為它有壓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在鋸的時候 我沒有完全一樣 我的手有時候會跟著某一個點 比如說我一直抓著這個點我就不放了 因為它可能就是支點 我取著它我就一直過去了 我就盡量靠它 而不會讓我的材料 假設用這一支來講 因為它可能會這樣彎曲 所以我可能就抓到這個點 它是平的 我就一直從這裡一直從頭鋸到尾 因為它是一個支點 它維持一個平型之後 我就讓它寫過去 好 這個其實 這樣子用 有點高度 但是 沒有 就是 覺得危險的話 有另外一種做法 可是很麻煩 也不能講很麻煩 跟我們取材料一樣 剛剛取材料不是會取這個嗎 這個是另外一種次鋸的做法 順便講 反正都有了就順便講 我如果今天這個材料 這一塊板子 是紙大的長的 這個邊邊跟它完全切齊 這一條就是所謂的鋸路了 我如果想要把 今天把這個彎曲的面把它切掉 變成一個直線 我是不是只要把我的材料 靠在比它凸出來的地方 然後利用 用假的 或者是用黏著的 只要讓它固定在上面 不會滑動 那你之後只要把這一塊材料 推過去 其實就跟推這個一樣的概念 只是因為它沒有 它不是在句子的邊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這麼做 我們只要可以這樣子夾起來 推過去的話 其實這樣是最快取得直線的 跟我們有時候材料不平整 不是會拿 會拿一個 假設這一支 是完全直的 全直的 就是用機器已經處理過 平直的靠板了 我就把它靠在邊邊上 用修邊機去修 它就會變平直 這個比較像手壓暴擊的概念 手壓暴擊 利用一個既有的平面 它去扶住 甚至你要用圓鋸機去推都可以 它就會比原來的直 可是如果今天沒有辦法 我手提示就裝在上面了 我又只有一根拆掉 我還要再去拆下來 然後 因為拆下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裝回去要再 矯正 檢查 矯正 未必會跑掉 可是你必須再做這些動作 為了小東西再去做 有時候會 我們就偷懶了 或者是 就沒有那些其他 額外的設備可以來用了 那另外有一個是 延長 延長這個靠板 比如說 以前在學習 怎麼處理彎曲木材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是機器檯面 我們 我們的材料是會 拆麵朝下的去做 如果刀子在這裡的話 拆麵朝下 拆麵朝上還是拆麵朝下的去做 我現在都畫的 畫上 之後就是這樣過去 哪一個好 這個嗎 你看到穩定 所以這個其實要講太一樣 雖然它的刀子又是長在上面 可是至少靠著它是有兩點 兩點支撐 就會穩定 哪怕它是 有點S型 你還是可以抓出一個 比較概略的點 你是看這一邊比較近 還是這一邊比較近 還是會近 除非它剛好就1比1 不然如果沒有的話 假設這邊比較長 那我們就會用這一邊去當 所謂的拗麵來做 就會再去取一個很長的材料在上面 延長靠板 如果我的靠板一進去 一靠上去 就靠著那兩個點 我只要平行的移動過去 那就可以達到 就可以像教授老師說的 直接一次去倒溫 所以現在是沒有一次去 沒有辦法一次去到位 可是一次去 這種材料其實也沒有辦法一次去到位 它還要 你要預留一點再去修整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叫石木 石木上次有說 它會瘦 溫度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它自己本身的寬度 它的寬度會影響它的變形 那其實不是寬度 而是所謂的硬力 它會有內硬力 它本來這樣子是完整的 假設它是方正 它就是一個完全方正的材料 方正是我們眼睛看到它目前的狀況 可能是在長溫長壓下 在同樣的濕度所產生的 可是今天如果把它裹拍了 它未必 為什麼 因為它只是達到一個內外平衡而已 可能外面的氣壓跟濕度 跟它裡面本身的濕度 達到一個平衡而已 可是它有一個硬力存在 比如說它原本就是有點這樣彎曲 被我硬裁成方形的 所以它的本質也是彎曲的 我今天如果把它切一小片回來 它其實就會彈回來 它會彈回來 沒有樹是完全都長直的 人都不會完全站直的 所以它會有一點內硬力存在 細胞會受擠壓 當它可以釋放的時候 它就會稍微把旁邊推開一點 尤其是接觸到空氣的濕度 可能它就膨脹 所以它就會形成所謂的擺翹 鋸到後面 後面的鋸路開掉了 有沒有這種經驗 或者是兩邊就夾起來 越聚怎麼會越夾 那這個就是硬力所產生 實木才會有的硬力現象 所以也沒有辦法完全一次就完成 就跟所謂好奇 因為其實我們是用少量多次去做切削 所以其實我們都沒有去察覺這個現象 因為它是一直存在 因為木材就是一直在變化 你每鋸一刀 它就是會稍微變形 所以它只是看到的 只是一個暫時的假象 在今天這個時間的氣候 跟外界取得平衡 明天或者是下午就固定 它會稍微變形的被彈 來,再來 又不是外界 接著 來 再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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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討厭是平行的 我想聚起來中間會有縫 所以現在中間有縫 有沒有看到嗎 所以變形一直存在 這是實目的優點也是缺點 如果當它變形沒有很大 其實也可以忽略 不用去專注一定要是直的 捏 就算是直的還是直的 後來如果一旦不變形了 那才是恐怖的開始 因為本來它已經掉了 它失去了聖命力 這根順便取一取 如果在中間都變開開 這樣 反而是中間黏在一起上下的開 所以從這個切過去你就知道它的硬力 而且可以反推啦 材料會怎麼變形 有時候是這根彎 有時候是這個彎 或者是兩個同時彎 只是因為它比較寬 它比較補 所以它的彈性變不一樣而已 我們就可以衍生出物理的視體 一個不是啊 就是 來 材料好了 長度 大概是4、2、5、4 我們要試分 這個時候就能夠放進去 然後再加碎 然後再加碎 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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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速加速 這樣放還進去嗎? 不行,為什麼? 要有點出力 對,還要再處理這個靠近的凹槽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凹槽,要怎麼去做? 會是最安全、精準 錯了 是這樣去 還是這樣去 應該都是這樣去 還是這樣去 還是這樣去 立的 立的 鋸子要在外面還是裡面 鋸多少 中間要是13 36 1.5 點頭是怎樣? 點頭是可以做的 意思嗎? 怎麼做啊?怎麼做? 立的 是放這樣嗎? 還是放到鋸子在靠盆的外面 立的應該比較 這樣 有靠的地方比較多 我會比較危險 靠的 平的 不會嗎? 平的又 比較不好 看順序 看順序 對 這樣就夠了 其實照理說如果要做的話 兩個都好也都不好 為什麼 因為鋸子在外面 今天如果你要做精準的 這種方式其實沒有辦法讓你做精準的 為什麼? 因為牧場會變形 後來你手壓的方式 因為鋸子在外面嘛 所以那個很簡單的想法 今天如果他不小心往外跑了 就會多吃大或多巨大 所以馬上鋸子在外面 所以我今天如果不小心跑出來了 噔! 噔! 它冷就跑出來了 可是鋸子如果在裡面 除非你手壓不好 不然幾乎都會鋸到 你沒有壓好鋸第二次 它一定會鋸到 一種鋸位的概念 啊! 可是這個 這個當然就不建議鋸子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它會把我們的靠板給鋸壞掉 主要是它會把我們的靠板給鋸壞掉 如果你真的想要鋸壞掉它的話 不是啦 就是真的想要鋸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把鋸鋸片 靠裡面 麻煩做一個扶鋸 或者是再夾一片木頭 讓它去鋸這個木 就得做一個保護給它 讓這個保護去犧牲掉 那我們就可以做靠裡面了 剛剛有說嘛 一個是不小心很容易就往外 一個是就算往外了 頂多是鋸不到 那鋸不到你可以再二次鋸三次 十次鋸 就盡量把它都壓平了 你每一個點 我每一公分我都施力去壓緊它 那它一定會是精準、精確的 然後這也是不一樣的加工法和概念 理論上應該是都一樣 可是實際上不會一樣 因為你鋸子在外面 你也沒有辦法 你也不敢每一公分都去壓 因為你的手就是在危險的地方 因為這材料太小了 所以剛剛問你們的問題 主要的用力跟用力是在這一塊 那兩種 值得跟狠的 如果是我 我會傾向 應該是 要答 狠的 你狠的 我好靠 那壓 也好 值得 值得 應該是說 你要 因為壓的力量要更大 要遠大的這個 可是這樣子 滴心靈鼻會幫我們 滴心靈你平躺著鋸 跟立起來鋸 立起來你要一直注意這個點 可是如果你躺著鋸 你只要注意側邊就好 因為你下面頂多是鋸不到 跟剛剛腥味的概念一樣 鋸子在下面 那我鋸不到頂多是再加幾次 我只要確定這邊有幾個就好了 那當然最好的就是鋸子也在裡面 鋸子在這一邊 那可能會去傷到這個面 方法都可以做 那現在是怎樣做 做到最好 一點步 那這樣 我才會去找那個 到處那裡 要看 你幫忙 去看一下 四根都鋸了 譬如說還是有點太緊 那我還要再調整 這個寬度還要再小一點 是不是我的左右邊一定要過來一些線 那如果你剛剛就急著把四根都鋸了 就等到四根要再重鋸的機會 其實這個就跟鋼的那個鋼模或母模的概念有點類似 我先用一根來測試到精準或想要的 那之後就不用花時間再去做這個測試了 那如果你一開始急著測試 你做了四之後之後又要重鋸 那你就又要再一次那就是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未必是好的 可是如果像我這樣做一了之後 等一下再重來還是一 那下一次我最多只做一次 一個是一二三四那五六七八 一個是一二三四五 所以加工順序上就會撒很多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是一四五六六七八 氣土 一二三四五七八 是幾十七八 good 三四五五六六五六七八 兩四七八六六七八 一二三八八 一五三六七八六七八 一三五五三八八 三八八八八六七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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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好像差不多 可惡 脫口很粗 卡卡的 大家來看是什麼原因是卡卡的 還是緊緊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是歪的 這個是歪的 所以它自己做功用 這個就是它鑄造的時候 模具沒有弄好 所以它的誤差就 可以差滿多的 這個很明顯是歪的 大小便差了0.5左右 所謂的50條 我應該可以再把句子的高度高一點 不然我的材料 目前沒有辦法 突出於檯面 稍微的鋸齒也再高一點 讓整體再高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檢查上 去用的 可不可以量身定做 比如說右邊跟左邊 或者只要修右邊 可以 可是你要小心 你的量身定做 會讓你要做記號 不然到時候裝反了 你的模具就 反過來就不能用 或者是裝反了就不能用 所以兩邊都要測試一下 這邊有一點 這邊好一點 這邊好一點 然後去 去看身高 然後再調進來 這個動作跟我們做歸零 校正的動作有點像 我們就是一直要去喘 另一邊 在走 方向海洋 可以搭載 我們先來 好,那這樣其他的就可以跟著做 有時候會建議乾脆把它處理掉 切掉 因為它有很多毛點在上面 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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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額外面的水 我用了一滴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温水 在用水 放入水 继续 放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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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掃了什麼呢 直接附著那個磕子 然後放開 建議老師們 我這裡用菜單 其實我個人也習慣用菜單 可以去 這是一般的那種液狀的 就是所謂的水狀的快竿 那這個就是 比較稠狀的或膠狀的 比較像膠水 兩種的功能不一樣 這個是高盛厚 所以適合我把直接把兩個材料固定起來 再來上 不適合先上了之後才來黏 因為你上了之後再黏 有時候已經被洗乾了 那它膠乾掉之後其實也會有一定的膜厚 所以反而是得不到我們理想值的 比如說我要完全密合 這種的做法就是捏起來才上 然後利用它的水 就是毛細線上去滲透 那這種就不一樣 因為它比較像膠水 所以你是先塗在上面 之後再放上去 或者是 我今天這個想要黏在牆壁上 如果你用水狀的啊 就算你弄好了 你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就會流的到處都是 然後可能會沾的全部都是 那一般我是習慣用這種品牌 這個 不過型號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我用過好用的 因為不會像那個 常買到的那一種 因為有時候是只黏你手不黏木頭 你就是黏很久了 你幾罐應該乾了 已經三分鐘手已經痠了有沒有 放開結果材料黏在手上 材料黏在手上 然後兩邊材料跟材料之間只不黏了 我都習慣說 只黏你手不黏木頭啊 不要自路式行銷 不要土地特定廠商 這個廠商在台中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大量需求 也會直接跟它買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的好夥伴鎮魚都有 這個就在鎮魚買 鎮魚五金 就看你們每個區域應該都有一兩間 你看它現在開展變展很快 所以其實可以用這個 所以等一下我就是要用它 直接把我的材料做一個固定 盡量就直接抓 跟檯面是平起的就好了 那這種做法有好幾種 一種你可以先用雙面膠做假固定 黏好之後再整個抽出來上膠 第二種是比較直覺式的 直接拿釘槍 那去釘 可是麻煩先把位置畫出來 不然你可能會點到檯面上 這幾個都可以用 另外就是像我這樣子 我有時候會脫爛 就只有全程都只用快乾的做法 抓到差不多 我就直接上了 然後當然也不是全部 我會上局部 我會自己去斟酌 這個斟酌或者是參考 就沒有辦法跟你們講 是從哪裡來 這是從經驗得知的 我們來觀察這個縫隙的大小 高度、誤差 我上教會不會影響到它 以及我的步驕量要塗多少 那如果開的話 你放它冰箱 對 沒開其實也要建議 盡量放冰箱 就捏著 那這種膠狀的其實很好用 因為它一下子就乾掉了 那其實這個 這個如果要對實木最好用的是 301 型號是301 不一樣的型號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其實也不能講長春不好 因為它一般常用的水狀的是 155跟260 可是我自己沒有特別去做實驗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實木跟甲板混用 有的好像是針對實木 有的是針對甲板 所以它也會有快乾的效果 不會達到完全真的只黏 你手不黏木頭的狀況 是多數還是動 多數還是動 都只黏手居多 都只黏手居多 這樣就乾掉了 那時候還需要再補一下那個 易重 對 之後再來補就好了 所以它可以做開始的結構性的建築 甚至我在 剛剛講就洩漏我的機密了 就是我在考試或比賽的時候 就只用這兩罐 沒有再用白膠的啦 什麼年代了 做木工還要用夾子 沒有啦 可是你有些部分可以這麼做 我這樣好像在教派老師 這個老師專業的學生就 白膠 對 不然如果再用白膠 你會發現我上面加了一堆夾子 然後我們可能下午兩點再過來 拆夾子 那就會 失去我們的教學的效率了 放的時候也有技巧 不要去回到上面 不然等你塞到後面的時候 上面已經沒有膠了 另外我剛剛有把整個 就是那邊不是已經固定了嗎 所以我剛剛有做了一個小動作 就是把固定的那邊往我的右邊去推 那現在要黏這一支的時候 我就把它往我的左邊這一邊推 讓它取得一個完全緊密的狀況 然後兩槍現在再拉就很能拉 因為我都讓它兩邊外擴 你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外擴 或者是用假的 兩個都可以 你就不要剛好就是放在裡面 不然你等一下也是得到一個鬆鬆的推盤 然後我再壓一下 因為這種快桿有一個優點就是 你如果讓它比如說是 點一滴在上面 它其實不會乾 它只有跟我的手接觸的那個頂 會乾而已 可是它其實上面跟空氣接觸的這邊 它要到我手整個壓下去 我的手就黏住了 省水 然後這是我的危險動作 老師們不要share 然後斟酌那個量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建議要買 要有兩種快桿 水狀的比較危險 水狀的上次 不是上次 那是在桃園 水狀的順便講一下 一般快桿常用到的就是 會 那個頭會堵塞 那有些我們有時候會盡量蓋起來 其實我的經驗是 不用蓋沒關係 因為你蓋了有時候這上面 有沒有發現上面都一坨 好像鼻屎或 其實一大坨甚至之後都完全蓋不起來了 那你拿起來它也塞住 因為其實你如果把快桿看成是水的話 因為它就是水 它只是會凝固的水 所以它一旦跟其他物體有接觸的時候 它反而更會去凝結 硬化 那這種 我的習慣就是 保留這個搓洞 然後應該說搓之前先把它彈掉 像打針一樣 看護士打針會先彈一彈 把頭、嘴上的快桿給打下去 避免擦下去的時候 拔起來它就變成泳泉了 另外有一個就是 如果今天真的不幸塞住了 要用的時候發現塞住了怎麼辦 一樣先打一打 然後建議你們直接拿導補前 直接把上面的頭 撿掉 不是撿掉 撿掉就好了 因為它會形成一個 膠膜的蓋子 它是從外面包起來 甚至裡面稍微有凝固 可是在更裡面其實它是還沒乾的 所以你只要離外面的像蓋子一樣 稍微把它拔掉 它其實連裡面陷進去的都會被臭掉 它就脫了 還有一種老鼠尾巴對不對 對 如果是有老鼠尾巴 你就直接把老鼠尾巴一直撿掉就好了 那個蘇去有些人在賣 如果你是跟 比如說跟他們直接叫整箱的 它也會附或者是會送 下次不送 因為它沒有辦法為了那個再記 老鼠尾巴就很好用 就一直撿一直撿就好了 本來這麼慘 然後用到後面就剩的 你不要去撿這個 因為你越撿它 動越大越難用 下次一擠就 而且也不表示它就不會塞住 因為它原本的設計是最好的 因為它的洞口是遠骨的 可是我們切開之後的那個洞口 不是遠骨 而且是破裂狀 所以其實那種上膠效果 這還不是長的 這是粗的 你如果是它原廠送的會更細一點 像滴管一樣 這個是大概一咪一咪之近 它有更小的 你可以把它套在上面當耗材 有些人會直接拿針頭 其實我就不建議用針頭 因為有點依賴是危險 而來其實也是會塞住 所以沒有比較好 最後那個針頭只會輪圍 跟這一根的功能一樣 就是拿來傳這個而已 而且很容易會刺到手 因為針頭其實還蠻危險的 所以不建議 習慣養成之後 就不用怕它塞住 或者它塞住 你知道怎麼用 有些人會用鐵錘 把這個頭敲 先敲邊 然後再敲邊 讓裡面變鬆 反正各式各樣的 或者是消掉 尤其是消或剪是最危險的 因為你會用力去壓這個 尤其是上面沒有用掉 剪掉的時候就不上來 因為它裡面會有壓力 因為它裡面會有壓力 上次那個功能時 就是掉下去 漸起來 然後眼鏡 很危險 然後眼鏡我們就會受傷 會灼 會灼傷 所以用之前 這個是危險物品 麻煩觀察 確定你要哪一個做哪一個動作 比如說今天真的不行了 勢必要剪或要割掉的時候 也要用正確的方式 就是比如說 非得要剪掉了 那上面的水好像也弄不太下來 那你要剪 麻煩 就是找沒有人的地方去剪 找敵人 你討厭誰你就把它往那邊 就是朝別的地方 不是朝下 朝下等下就留著連鞋子都是 因為它一旦碰到像布 就是這些有機物 它反應會超快的 有沒有用過快感會冒煙的 會發泡的 它跟木屑 跟有機物 尤其是面積越大了 這種纖維狀的 它最會 甚至會燒傷 它會欠恩 瞬間達到100度左右的溫度 所以這個是真的很危險 那眼睛也是 就是噴到眼睛 為什麼會受傷也是 眼睛有內液保護 可是其實它就是會跟這些有機 因為我們的人體都是胺基酸組成的 所以它就是會反應 所以我剛手下去就黏住了 真的就是瞬間乾 把我要講的一個 東西講到自己都忘了 我剛剛好像有一個重點要講 講到自己都忘了 剪掉了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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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被你弄掉了? 沒有沒有老師繼續 我剛剛想到了 好像是篩住之後要怎麼做 啊! 預防它篩住 預防篩住 預防篩住就是你今天用完之後 其實 彈是一種 可是彈其實它在沒有 它等於是開放的狀況 你彈的時候有時候會漸出來 所以養成習慣就是你用完的時候 要收起來 從兩側這一邊壓 稍微給它一點負壓 好 因為按這一邊會讓整個 按小地方會讓整個 算是它的屏蔽膨脹 產生負壓 利用大氣壓力把原本在上面的 已經凝結的那些水把它沖開 再等於吸進去 你如果直接壓這裡是大面積壓 其實是給鎮壓它就會沖上來的 所以一定是捏這兩邊 這個是一個用快乾的正確用法 可能又不是正確用法 可是我個人在這樣用一直都是很安全的 那就是這幾個怎麼去用 那怎麼去預防 那平常像這種化學性的就是冰冰箱 泰棒膠其實如果不常用 建議也是冰冰箱 冷藏喔 不是冷凍喔 尤其是泰棒藍色的那一罐 泰棒二也是 它們會變質 甚至發泡膠也是 所以有些部分膠 白膠也是 所以變成液狀 白膠變液狀應該還好 這是還好啦 滷米狀 國南會有點膨脹 其實有的話其實都盡量放冰箱 如果冰箱空間夠 所以其實有時候會建議 重心或教室感覺馬英書 然後拿一個冷藏 就是低溫一點的去放 它那邊水滴起來 對啊 沒有 就是會分離 所以再攪一攪就好了 其實它不會壞 這放十年還會不會壞 所以它是長的就不會變質 對對對 你要講是長的就好 如果你會覺得麻煩的話 因為它如果真的變質是黃色的 其實已經整個都失去那個膠的功能 好 好 講這麼久 這個順便弄一弄 好 這是四根十塊錢 那比較貴 建成比較貴 後來我在一般數學也有看到 好 我這邊拿一個 一般數學都一大堡 所以有些人會把那個紅色的帽幹 那個釘子塞著也不建議 因為你一旦把它塞住了 那裡面會有那個半乾狀或者是硬掉的 它會一直留在裡面 那下次就會突然卡住 那卡住你又用力壓 可能會造成瞬間的壓力噴射 可是如果整塊乾掉怎麼辦 整塊乾掉就滿新的了 對那個也沒救了 我今天才丟一瓶 可以 可以 盡量不要跟它們放一起哦 可以的話盡量獨自一個 或者它至少是獨立空間 或者是你用保溫 保溫 保鮮盒那一类的装起來 因為它其實打開之後它會揮發 那快乾是一種情化物 最近不是 昨天才這兩天有另外一個新聞 印度有一群小朋友吃了大量的荔枝 然後死掉 暴斃死掉 好像是衰竭死掉 那它就是跟荔枝還有空腹 所以在胃裡面產生情化物 吃太多 因為它們長期飢餓 胃酸很多 然後又吃了大量荔枝 荔枝本身又有一個 好像化學式反正什麼什麼 就會產生情化物 在胃裡面自己產生情化物 它就等於自己殺掉自己 看到楊貴貝那時候在北方 它送去的荔枝可能都已經久化了 而且可能也沒有那麼大量 就這個問題 可以做科技整合 那如果比如說 我今天想要再加強這個結構 就像用這個 你只要滲透在它的旁邊 然後讓它流下去 然後讓它流下去 注意亮 不要低的 直接就衝到地上去了 因為這個是高滲透的 有一點溢出來 那如果像快乾去碰到那個 碰到這個檯面會不會怎樣 會嗎?不會 不會 它不會跟它反應 它只會在上面慢慢乾掉而已 那之後只要用 用一點那個 美工刀或者是其他不要的東西 把它吐掉就好了 那如果真的太多 還是要再刮掉 快乾在 木工的使用上 尤其是模具 我們很常會使用到 像我剛剛不是拿的那個 四分之一圓 或者是今天你要做一個特殊造型 我如果今天假設 我想要做一個 Hello Kitty 好了 不管是外型 或者是裡面 要洗掉的形狀 你切割好的那個模具 邊緣建議 都用快乾固化 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用 直接靠著 不管你是用甲板 或木星板 你洗過之後 其實那個面 不會是平的 就算是培理 培理原則上 沒有切消力 它只是順 兩萬轉的一個輪子而已 可是它還是會產生 壓痕 或者是空摩擦 就會讓它造成 耗損了 所以建議用快乾做 一個表面的結構 強度 強化 上次好像有說 有吧 我記得好像有說過 材料 應該說做好一個家具 有三種強度 來 有三種 哪三種 馬上考 材料 材料 哪一個 那個跟那個 這個 不是 焦和 對 焦和強度 現在都會用焦了 所以焦和強度 是很重要的 結果就看你是索羅斯還是做損頭 這個就不一定 材料強度是我們唯一不能 不太能改變 可是我們能變的就是對它的表面做加強 其實也是可以變的 可是不好變 甚至是沒有必要變 像現在坊間有很多什麼混和木 穩定木 它就是利用高壓把樹脂灌到木頭裡面去 用仙人長枝或者是環氧樹脂灌進去 然後整個木材就長得跟泛骨的星空一樣 就變得很漂亮 可是它就不是木材 它可能是藍色、橘色、紅色這一類 然後就拿去車柄 這個是題外化 就是主要是我們都還是可以透有其他的方式來增強 那只是說以我們自己在學校或者是業界、家裡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這個功能 所以了解就好了 留下來 其實要等它全部乾再做下一個動作 稍微捏一下 它就會下去 通了其實它就不太聚起來了 那等一下好了 等它乾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塞進去 那塞進去 有時候你會發現好像卡卡的 因為有原因就會有膠的溢出 或者是其它無微、無微 比如說它的那個肉粒 不會了 所以還好 兩個好 那這是掃了什麼東西? 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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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推就好 不行 好 蔡老師給我一個 嫌棄的 來 這邊你看到都可以拿 對 來 再上材料 就留好多材料 這是我家的 日本塊木 日本黃塊 這日本黃塊 剛剛有就給你們看 我手上拿的 這個是所謂的阿拉斯加點駁 所謂的美國黃塊 這裡有好多塊木 那邊好像還有台灣黃塊 這裡大概是全台灣最高級的中心了 學生都拿去玩 坐劍 你看 不然是多坐劍 是犯劍嗎? 坐劍 學生也太幸福了 奇怪的突然發現了一隻 而且還香香的 對 有沉重感 我們等一下就是在上面做一個杯子 好像有點太大對不對 高檔 來看一下 八公分是大概我們想要 不過有點厚 這個鋸子 不過我沒記錯 它好像最高深五公分左右 不然我們就找其他的材料 我們鋸子的高度 它要扣掉板子 才是我們實際的高度 老師們如果回去的話 就可以照自己 不管是Bosch或Makita 這個還蠻高的 這八公分 那就差不多是這一隻 都還不夠用 因為它會切到剩一公分 理論上是可以的 可是剩一公分 它其實已經沒有結構力了 對 我們可以先用 那其實額外再去補強 鋸子上面 好來 一樣用這個 這個 比較好 這個也是阿拉斯加邊波 欸 長度差不多 這個 有些人 又是一根 一根 就是一根 去補強 有些人 一根 有些人 我會想看 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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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組,我有空或者是浪盤的時候再把它完成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聞一下,會不太一樣 這邊的東西不是人家送的就是武器嗎? 搶錢,搶糧 我有開桌的嗎? 那邊比較大是不是 剛在同年同月,又是九卷上,讓你剪一根去吧 自己挑一個最大的好不好? 跟我同年同月 是喔? 真的 明天同學 我們系上公園 公園 加同學 假班 公教 我們系上工藝 以前工藝有兩三 對 好好喔 兩班比較熱鬧 好 鞋子 因為它不止,所以這一根我可以直接把它拿去做屁後面 後面會需要一根 那這一根是前面的 對,這個有上過期 教授老師可以跟你借一下手牙抱肌嗎? 沒有 下學期 對,下學期 這個這麼大,我全部用這個 我可能也沒辦法 因為那個啦,平包機 好 平包機可以嗎? 可以 沒有平包機 那我們一架到那邊好不好? 到另外一邊